小云子是甄嬛身边一个得力的帮手 他平时看着很低调 却能够在关键时候 出其不意除掉了下意 那么小云子为什么敢这样做呢 主要是因为他对甄嬛非常忠诚 只要是甄嬛的命令 他绝无二话 甄嬛刚进宫就大方地帮助了小云子 从此他就更定了甄嬛 这份忠诚在风雨考验后更加坚定 你且告诉我为什么哭 奴才的哥哥在四肢苦当差 病了一个多月了都没减好 所以奴才伤心 人时无骨杂粮难免有病痛 左右这两日闲着 你去照顾你哥哥吧 多谢小主 甄嬛在宫中起起落落 小云子始终陪伴其左右 见证了他受到的各种磨难与不公 甄嬛回宫后 又遭到了后宫里其他嫔妃的陷害 包括皇上的猜疑 此时小云子十分清楚 只有保护好甄嬛 才能让自己的主子成功上位 所以他在除掉下义的时候 心里没有半点犹豫 就是因为下义对甄嬛 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所以为了甄嬛的安危 小云子不顾一切 就算是要杀掉皇上的亲戚也在所不惜 说到下义他是暗中帮皇上办事的人 因为受到皇上的指示 偷偷调查甄嬛的双生子 想要再次滴血验亲 验证一下他们是否真的属于皇室血脉 皇上说 曾经与六亚滴血验亲过 凡事无绝对 你再去细查 记得 不要走漏了风声 奴才一定办妥 这对甄嬛来说是致命的危机 一旦下义的调查顺利进行 那么最后就会得出对甄嬛非常不利的结果 到时候甄嬛自身难保 他的孩子也会陷入绝境 小云子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所以为了保护甄嬛和他的孩子 他必须要解决掉下义 对小云子来说 这并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而是他必须这么做 小云子非常清楚宫斗的残酷性 他在宫中摸爬滚打多年 知道在权力的游戏当中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如果这个时候不对下义下手 那么他们甄嬛阵营 就全都要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他毫不手软 只有这样才能掌握自己和甄嬛的命运 而且甄嬛在宫中的地位很高 这也让小云子动手有了很大的底气 感谢观看